老公以外 会有男人无缘无故的对你好吗 有的女人就说 我就遇到了 她知道我是已婚的女人 她仍然喜欢我 说爱我 愿意陪伴我 愿意像亲人一样的对待我 照顾我 这样的话 你信吗 我反正不信 估计你啊 从一开始跟她接触的时候 你也不信 你也怀疑 男人都知道女人的故作矜持 女人呢 也都知道男人的不怀好意 俗话说 苍蝇不钉无缝的蛋 在婚姻中 忠诚专一 是一个人爱另外一个人的表现 同时也是女人自尊自爱的表现 有的女人觉得自己很无辜 觉得呢 这个爱拎不清 当你感觉到你对一个人的爱拎不清的时候 其实就是你在伤害另一个爱你的人最深的时候 这个爱你的人 他一次一次的选择原谅你 包容你 容忍你 但当他有一天 你触及了他的底线 他忍无可忍 和你分手的时候 也就是他 也就是他解脱的时候 同时也是你痛苦开始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觉得那个对你信誓旦旦 说爱你 愿意陪伴你到老的那个人 他会对你负责吗 你有没有想过 他在撩你的时候 有可能也在撩别人 他能对一个已婚的女人说出这样的话 他也能对别人说这一番话 所以啊 女人啊 醒一醒吧 你要珍惜你的家庭 珍惜那个爱你的人 而对于婚姻以外的男人 要选择什么呢 反正 我是选择拒绝的 好 请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你真实的想法